随着疫苗的接种,以及美联储的刺激举措 全球经济,看似将要吹起复苏的集结号 不过,很多机构,并没有那么乐观 他们口中出现了一个,频率越来越高的词 K型复苏 在复苏轨迹中,经常被提及的是,微型复苏 它的轨迹是,快速下跌也快速反弹 在底部停留的时间短 还有U型复苏,在底部徘徊的时间比较长 没那么快反弹 K型复苏,就是遭遇整体性下跌后 一部分反弹上升 另一部分仍然处于低位,形成分差走势 类似字母K,也被叫做K型撕裂 这种复苏模式,最先由摩根大通提出 根据他们的分析,疫情之后的复苏路径 分为两个方向 向上方向的,是可以直接获得政府与央行刺激计划的 大型企业,以及公共部门机构 向下的,则是那些 被刺激计划排除在外的中小型企业 蓝领工人,以及日益减少的中产 其实这种K型撕裂,在多个层面都会出现 如果从国家层面来看 首先取决于疫苗的接种 毫无疑问,谁先控制了疫情 谁的经济,就能率先复苏 去年,中国较早地控制住了疫情 迅速复工复产,经济也恢复较快 去年底,欧美的疫苗研制非常成功 而且接种很快 最快的以色列,已经完成92%人口的接种 实现了群体免疫 而美国接种疫苗,也已超过了1亿剂 但是,疫苗数量显然不够 欧美的信使RNA等疫苗 肯定要先满足自己,及盟国使用 而全球,还有130个国家 一剂疫苗都没有 今年,谁率先获得疫苗 实现群体免疫 谁就能率先实现经济复苏 而缺少疫苗的国家 还要继续在疫情中挣扎 虽然世卫组织一直呼吁 疫苗是公共卫生产品 希望疫苗厂商放弃专利 但很显然,这太过于理想化 因为疫苗的原因 发达经济体率先复苏 落后经济体继续衰退 除了疫苗,还有印钞的主动权 3月6日,美国通过了1.9万亿的刺激法案 该法案包括 每人1400美元的救助支票 每周300美元的失业救济金 3500亿美元的国家援助补贴等 刺激政策通常分为两种 一是央行放水 这是货币政策 二是政府直接借钱搞经济 这是财政政策 过去更多依赖货币政策 以美国的量化宽松为代表 主要是解决金融体系流动性 放出来的水先给金融机构 再由金融机构借给实体经济 但如果实体经济不看好未来 不愿借贷 钱就会在金融机构里空转 而这次美国政府直接动手 借钱搞基建发现金给居民 这是更直接的刺激 美国已在实行事实上的现代货币理论 这一理论的要义是 政府可以无上限借债 这也是美国独有的权利 借着美元向全世界输出着通胀 其他发达经济体 有充足的工具进行对冲 但是一些新兴经济体 就没有那么多转环的余地了 等到美国开始紧缩货币之时 货币贬值资本外逃 只有被收割的份 阿根廷去年就已经扛不住了 今年巴西也宣布破产 未来还有谁我们不知道 而即使一个国家之内 也会出现巨大分化 美国的情况是 科技企业和大型企业率先复苏 中国率先复苏的却是房地产 比如一至二月的房地产销售额 过去两年平均每年增速为22.3% 而在疫情之前的2019年 一直维持在7%左右 商品房销售面积 过去两年平均增速为11% 而在疫情之前的2019年 基本上零增速 与之相对的是 小微企业经营困难 就业形势严峻 居民实际收入下降 消费低迷 根据统计局的数据 一至二月 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148万人 一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为5.4% 二月为5.5% 较去年12月 上升0.3个百分点 说明就业 还是比较严峻的 就业数量最多的中小企业 还在面临困难 还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过去两年平均增速 是3.2% 而在疫情之前的2019年 却是8%左右的增幅 可即使是率先复苏的房地产 也一样严重分化 随着东南沿海的经济竞争力 越来越强 与内地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 导致资本和劳动力 向东南沿海流动 在经济上形成了 南强北弱的格局 虽然国内 一直通过加强 在东北 西北和内地 广大地区的投资活动 来缓解地区间 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但长期来看 效果不佳 最终 南强北弱的格局 就只能不断加深 结果 人口 尤其是年轻劳动力 依旧会不断向东南沿海迁徙 甚至还会加速 2020年 是货币超级宽松的一年 绝对有利于房地产 但华北的部分主要城市 包括天津 石家庄 郑州 济南等地 楼市低迷不振 出现了价格的同比下跌 一旦内地城市的 房地产周期过去之后 房屋就会失去流动性 没有了流动性的房屋 就失去了财富属性 但房贷 却不会消失 此时的房地产 就会从过去的致富因素 转为制贫因素 而东南沿海城市的楼市 尚有流动性 依旧拥有财富职能 有些城市因价格上涨 还会推动居民财富继续增长 每一套房子的价值 就高达数百万甚至千万 这样的分化 所带来的直接结果 就是东南沿海与内地居民之间贫富差距 严重恶化 2008年 金融危机和此次的危机 放出来的水 都首先流到了核心资产 汇集的是富人 还流向了大企业 汇集诸多企业巨头 因此K型走势最终的表现 就是贫富分化 这种纯粹依靠直接刺激 带来的经济复苏 导致了富人通胀 穷人通缩 以及经济社会结构的恶化 过度依赖货币放水的负面作用 已经越来越明显 经济K型复苏 不过是少数人的狂欢 金字塔底端的大多数人 不仅没有享受到 经济复苏所带来的就业改善 和收入提高 反而由于房价股价 以及通胀上涨 进而导致社会净况的下降 进而导致民粹主义盛行 逆全球化 社会阶层固化 生育率下降 社会活力降低等 一系列深层次问题 如今 全球各个市场交易员 都紧盯十年期美债收益率 这个指标 美联储会如何行动 如何控制美债收益率曲线 对今年全球市场的走势 都至关重要 如果控制得力 全球市场可能还有半年到一年的泡沫狂欢 央行前副行长吴小林就曾说过 在泡沫中狂欢的日子不多了 做好潮水退去后的准备 是每个国家 每个人都要面对的现实 还有一点 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 以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 同时会迎来一波长债高峰 美国不仅是政府债台高筑 企业也一样 从2022年起 非投资及债券的到期比例 越来越高 这其中很多都是垃圾债券 而2022年以后 就是这些垃圾债券 大规模到期之时 企业为了还债 必须卖出手中持有的股票 很容易引起恶性循环 在中国这边 主要是地方债的问题 地方债在接下来的三年 也会迎来长债高峰 2021至2023年 到期规模分别为 2.67万亿 2.74万亿 3.6万亿 这还没有算上 隐形的地方债 比如城投债 在部分省市 偿还本息 相当于当地财政收入的 50%以上 而且这些地方债的投资主体 主要都是各地的商业银行 而地方收入 主要靠卖地 假设部分地区 楼市又出现下滑 那这些地就更不好卖了 那他们 就只能变卖资产 比如地方国企的股权 地方如果自己解决不了 中央一定会救助 救助也分财政货币 两种方式 货币的方式 就是超发货币 会加重通胀压力 财政方式的话 会直接对经济造成负担 其实 债务问题 在低息的货币宽松环境下 问题不大 但关键在于 这种低息的宽松货币环境 不可能永远这样持续下去 这之后随着通胀飙升 以美联储为首的各国央行 必然要逐渐收紧货币闸门 除非疫苗的效果低于预期 疫情进一步失控 央行会继续宽松 但这对全人类来说 将会是一场更大的灾难